HIGH 大家好 剛開始學習足球或是年紀比較小的學生 在練習盤帶球時常常動作會很不協調 其實大多人不是做不到 只是沒有抓到重點而已 這次我會針對幾個常見的基本盤帶球練習 點出該要注意的細節 最後會提到兩個實戰中很實用 但是大家會時常忽略而不練的動作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影片吧 首先基本運球 運球和跑步的動作是不同的 上半身保持正直 重心壓低不要往前 要注意後腳一般不會超過前腳 很多初學者會以為運球是踢球加跑步 所以支撐腳常常會不小心踢到球 再來單腳內外側盤帶 腳追數量不用太多 盡量放2的倍數 這樣前後兩個可以練到內側和外側的轉彎 比起踢球腳 支撐腳的位置更重要 尤其內側轉換到外側時 支撐腳跨出去多一點會讓動作更好做 轉彎時也一樣 注意支撐腳的移動 外側轉彎很多人會覺得很難 關鍵原因就是支撐腳都沒有踏出去 只用腳踝硬轉 角度當然會不夠 單腳內外側可以 雙腳難度應該不高 內側切球時多推一點 另一隻腳的外側會比較好接 步伐感覺就像神踢協調訓練的動作一樣 運球停不下來是初學者常見的大問題之一 內外側的切球折返 重點不是腳踝要躲彎 只要支撐腳位置正確 就算腳踝靈敏度不夠 仍然能夠直接擋下球 另外內外側盤帶其實也可以在原地練 難度比起向前走反而更難 可以訓練腳踝彎曲角度和支撐腳的左右移動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 大家容易忽略而不練的動作 第一個內側拉球 在實戰中面對防守時 左右的平行移動是很好用的 可以誘導防守者左右移動 並保持正面向前的主動權 另外大多初學者過人後常常都只會向外走 因為向內切球距離不遠 而且腳踏地會慢一步 這個動作和切球不同 踢球腳接觸球的瞬間不會踏地 身體是跟著球的方向移動 第二個腳底推拉球 很多教練會叫小朋友不要練腳底 主要是因為國內的場地多數凹凸不平容易失誤 在國外很多職業球員都會使用腳底 腳底的特點在於他沒有方向的限制 往前、往後、往內、往外 任何角度都能推拉 腳底也是唯一一個可以讓球滾向自己的技巧 面對積極逼搶的球員 能誘導他重心向前搶球 再閃過他 練習腳底可以嘗試一邊向前走一邊左右拉球 盡量不要用小腿拉動 而是用腳踝左右甩動 在短暫的接觸瞬間就要改變球的方向 要練到身體的移動方向和腳踝的施力方向不會互相影響 想拉哪個方向都行 好的 最近有人問到我關於盤帶球的練習方式 其實網路上的資源已經很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尋 只要你有聽懂我今天說到的重點 不管你腳踝要怎麼放 怎麼跑怎麼繞隨便都行 相反的就算練習方式再多 如果沒有抓到重點 同樣的問題還是會反覆出現 那這次就分享到這啦 拜拜